国会议长陈川仁为自己今年4月用了不应该在国会使用的语言 向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蔚副教授道歉 陈川仁在社交媒体Facebook贴文 为他当时对盛港集选区议员林志蔚的发言做出的反应道歉 陈川仁解释说他在国会聆听议员发言时 跟其他人一样会对内容产生看法 当时他是在自言自语说出自己的看法 并不是对任何人说话 但他承认自己不应该大声说出自己的看法 或用了不应该在国会使用的语言 他为此道歉 他也表示已向林志蔚道歉 对方也接受了他的道歉